而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农历新年了 您在家里年夜饭会吃什么呢 南加州东区的台湾伴桌主厨 特别针对今年马年的到来 精选十多道马年开运团圆饭 就连外卖的年菜摆盘装饰 也设计的相当有年洁气氛 到中国春节前夕 年饭成了一家人团圆的重要时刻 怎么在年菜上下功夫 吃的健康又有好兆头 为了东区的台湾伴桌主厨 今年特别将健康的红糟入菜 制作养生的花开富贵 以及红糟东坡楼 首先来看这道叫花开富贵 那么中间每的就像日本花道一样 我们经过精心的摆设铺陈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每道工序 非常的用心 像红糟肉脆皮大肠 看起来好像是热量挺高的 但实际上我们都经过这个精心处理 看起来肥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我们每个家庭人生都有一个记忆 年菜必须要有些东西不可缺席的 那么像东坡肉也是一样 看似跟一般的餐厅好像一样 但实际上我们是用红糟 先做这个汤底 然后肉的部分把油全部避干掉 所以口感不湿 但是健康你不用担心 另外这道年菜必备的佛跳桥里头 放的是多种珍贵的海鲜食材 而料理这道菜也是相当费功夫的 是师傅当日熬煮四小时以上 才能端上桌的好料 我们光这个高汤打底 就大约要四个小时 另外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里面 我们放相当多的海鲜料 比如干蚝 干海参 干贝 厨师费心设计菜肴搭配以外 因应新年要说吉祥话 每道菜都还有个吉祥的名称 我们每一道菜呢 都有它的一个吉祥名称 那么我们眼前这道菜呢 叫好运农来 为什么叫好 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都是生蚝 我们榨的卷 然后里面呢 是这个凤野鸣虾 如果您点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鸣虾 很完整的卷在里面 那还有一道呢 这个四起丸子 看起来呢 精巧不像一般 毕竟我们年菜要好看一点 所以丸子比较小一点 但是配上师傅做的手工蛋卷 里面包有菠菜 红菜 鸡肉 中间再摆设 价值不菲的窑柱 更增加我们的价值感 台湾伴桌年饭 即日起接受预定 特别准备外带的碗盘 和装饰菜肴 给涂购的民众 让消费者不用动手料理 就能吃到精致又丰盛的 开运团圆饭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